限制的报道25日传出后,各方纷纷解读其真正目的,据香港《苹果日报》整理各大媒体报道分析,习近平想称帝的原因,很可能和曾遭太子党政变夺权有关。 同时习近平的《中国梦》带领中国与美国和西方抗衡,《苹果日报》指出,中共党中央为习近平不受任职限期提休限建议,除个人企图心外,主要有内在和外在两大因素。 对内,习近平一度遭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为首的集团与太子党,重庆前市委书记薄新来联手,进行公平政变夺权,而对外,美国重返亚洲、联合日本、澳洲、印度等民主体制国家,铸成印太为独网,与中国抗衡。 习近平认为只有他才能领中国突出重围,报道认为,俄罗斯总统普京连续执政,为中国提供可学榜样。 国际舆论一直认为,习近平不仅学普京,其野心甚至超越普京,习近平未完成他提出一代一路已实现其强悍盛唐的中国梦。 日本经济新闻在一篇专栏中分析,修宪案删除中国国家主席最长十年任期限制,让习近平可能三连任,去争习近平的后任也无意义。 因为后习近平时代,就是习近平本人,如果习近平意图在2022年的二十大恢复主席制,目前还有四年半的时间,这段时间反对势力可能有所行动。 为了防止这股势力,必须拥有有效的武器,就是延长国家主席,习任期,其他香港媒体也引用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的话报道,安邦遭官方接管有震慑红二代及其形成的权贵利益集团,金融寡头,行业寡头的意味。 身为太子党红二代的国家主席习近平,一直警惕其他红二代势力,吴小辉可谓多个权贵家族的白手套,拿他既其可以震慑这些家族,中保监接管安邦则断了他们的财路,令他们无法利用财力与其抗衡。 张强调,这是中共十八大以来,用反腐打击政治对手的延续,而国家主席的无限期则是在